我们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蜡笔里面有白色的啊 之前的蜡笔小黑的故事里面有白色的蜡笔吗 有啊 所以是我没注意到吗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好不好 今天是世界阅读日 所以妈妈才特地要录一下好不好 就是推广阅读的日子 蜡笔小黑和小小白 诶你看没有啊 本来没有白色的耶 对不对 你刚才跟我说有 蜡笔们正在睡午觉诶 有几个嘴巴还打开在打呼 你有看到吗 可是不知道是谁呢 竟然悄悄打开了蜡笔盒 诶是谁啊 小白 诶是小白诶小白诶 然后最旁边的小黑应该是被亮醒的吧 我就张开眼睛了啊 我说对不起我弄错了 没想到小小的白色蜡笔 就慌张的把盒子盖回去 就要跑走了诶 诶 蜡笔小黑立刻追过去说 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没看过诶 没想到小小的白色蜡笔竟然哭了 我是蜡笔小白 我跟同伴走私了 怎么走都找不到 不是该怎么办 嗯 他哭到好伤心哦 哇这一哭 其他蜡笔都被吵醒了也醒了 就问说是谁在哭啊 啊好小 啊好可爱哦 怎么哭了呢 嗯 小可怜 原来走私了啊 我们一起帮他找同伴吧 哇 不同的颜色接力的都这么说哦 好 大家都赞成 要来帮小小白找同伴了 小黑就拍拍小小白的头说 小白 你从哪边来的 小白就指 那边 大家就看过去 嗯 难道是这边吗 他们就先问了 这是谁 橡皮仔 对橡皮仔 他说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只小大笔的同伴吗 嗯 No I don't see it before 嗯 他们竟然是讲英文的大笔好 然后呢 他们遇到了水彩姐姐 就说 水彩姐姐 你们看过这只小大笔的同伴吗 他说 没有 没看过 又遇到了这是谁 痴 对 遇到直痴阿姨 他说请问你看过这只小大笔的同伴吗 不好意思 阿姨没看过 哦 哦 怎么办 大家都没看过耶 怎么办 你们有点担心是不是 这时候呢 刚才问的都问了 可是 大家都对小白的同伴没有印象 怎么办 啊 大家说你确定是从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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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刚是不是指那边 还是那边 到底是上面 那边 这边 那边 啊小白开始敲敲头了 到底是哪里啊 上脑筋 大家就决定 那就到此 今天就找到这 不早了 先休息好了 哇 可是大家注意到 盒子没有空的位置耶 小孩做了什么事情 你有发现吗 睡在外面 对 他睡在外面 他把位置让给谁睡了 小白 真的耶 他让给小白咧 而且小白一说完就睡着了 噢 没有啦 他没发出那么难听的声音 他应该是发出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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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比较可爱对不对 隔天一早呢 哦 大家同心协力到处找 不过还是没有好消息 嗯 大家找找找 东找找西找找到 第三天继续找 Continue continue 第十天第五天继续找 哇 我连小黄都找到翻过去了 碰啾 可是还是没有好消息耶 噢噢 不管找了多少天 已经找了好多天了 超过一个礼拜了 每一次小白都好失望 呵呵呵 呵呵 那完全失去了火力 呵呵 未来问小白 有一天呢 小黄和深蓝哥哥 找来一张 又大又白的图画子耶 好说这位 各位各位各位 各位 这张图画子 又大又白很棒吧 我们偶尔也该尽情的 画个图怎么样 小白你也一起来吧 让你恢复火力 大家绷绷绷绷的在上面做画 用他们的头尽情的画 画的好糯米 可是呢 小白在旁边 默默的 大家小褐色就问 小褐色就来问啊 小白你怎么不画呢 如果是白色的 没办法在白色图画纸上 画画 因为不管我画什么 大家都看不到我画的 看起来好沮丧 噢噢 我本来是为了帮小白加油 对不对 所以我更沮丧 这时候呢 小黑开始 倒台 倒 倒 知道什么的 倒 倒栽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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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哇把这些都涂的黑黑的 然后就说 哪哪哪 这些地方给你画吧 画一些你喜欢的 对不对 有黑黑的 是不是小白就画得上去了 对不对 小黑有没有很贴心 哇 你看 怎么了 他开始画出白色的线条了耶 像是 黑暗中的星星 有没有 哇 其他的颜色也开始一样咯 努力 他说我们要学习小黑 来吧 来吧 小白 这些地方给你画 给你画 哇 大家一一涂上 他们的颜色耶 哇 小白好感谢他们咯 就这样子 嗯 因为小黑的好主意 然后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么棒的作品 哇 这幅画画的真不错 大家一边看一边画家小白 然后小黑想到了 就说 嘿我想到了小白 你就留在我们身边吧 虽然我们的外表不太一样 你还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哦 太好了 小白也说我想成为你们的同伴 所以呢 他们决定正式迎接小白 成为他们第十一位成员 所以要先帮忙改造什么 蜡笔盒 对 这样子才 住得下 所以要拜托谁来帮忙 剪刀 还有呢 胶水 对 增加一个位置哦 然后他们还请了 哇 这是谁 这是什么 粉红色跟蓝色的那个 水菜 然后把名字改成了 十一色 儿童啦 哇 好贴心哦 然后小白也完全融入大家咯 大家也把小白当作 莉迪来的爱 小黑啊 小白的感情特别好 他们几乎每天一起画画 一起玩 嗯 可是没想到呢 有一天 有人在呼唤小白的名字 是小白的同伴 说真的是小白太好了 我们都在找你 哇 我们快回去吧 哇 有同伴来接他 是不是超开心的 马上 就跳出来了 小白高兴的差点 哇 跳出来就要过去了 可是这时候他看到谁啊 看到谁在睡觉的脸 嗯 这是谁 小黑和其他大饼 对不对 他说 嗯 他们都对我那么好 我应该好好谢谢 可是大家都睡得那么甜 我实在不想吵醒他们 于是 这次画小白 倒在冲的 在眼前的图画质上 画了又画 画了又画 诶 他到底画了什么啊 嗯 现在时候过一会 大家发现 小白不见了 怎么办 结果他们看到了图画质 想说 我明明和小白约好了 要继续画这张的 结果呢 他们就说 诶 嗯 它变了小黑 因为小黑也变短了 对不对 为什么 诶 诶 可是怎么有两个 它是咖啡色吧 是咖啡色 因为小黑用了很多 在做画 是不是 应该不是 这时候呢 水彩姐姐就说 诶那是什么啊 白纸上好像写着什么 诶 就让水彩笔 哥哥沾上水彩衣料 上去看看 哇 涂了涂就浮现了 什么 小白的字哦 他说同伴来接我咯 谢谢 最喜欢你们了 太好了 小白的字